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暖西报报,我是汪子然 第一次坐上主播台,小小主播们博起新闻相当自然 他们是来自暖西国校的学生 暖西国小校长带领二十几位小朋友来到中加吉隆有限电视 参加2023自信表达主播营 在讲师的带领下,教导孩子们从口语表达、咬字发音 最后坐上主播台播起新闻 这样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那么多的专业的摄影用品 然后还有就是当主播的那种成就感 然后还有紧张的感觉 就是深呼吸,然后在心里面告诉自己自己可以克服那个困难 虽然我的台词有一点忘词,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经验 让我可以体验当一个小主播的一个过程 虽然还是会忘词,但是有进步我就觉得很OK 来参加这活动很开心,当主播的话要上去念那个新闻稿的话 需要做很多准备 我觉得最棒的是说她教导这个小朋友咬字,然后如何去表达 还有她的这个克服,对对,克服恐惧 这是一个很新奇难忘的体验 希望这个活动之后还可以继续办 非常开心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到中家吉隆的摄影棚 带着暖些孩子来参加2023自信主播的活动 要非常感谢中家吉隆跟学校的一个合作 看见孩子在主播台上充满自信 口语表达非常的流畅 台服非常稳健 相信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成长的经验 期许我们明年后年还有更多合作的机会 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坐到主播台,展现他自信的一面 2023自信表达主播营活动 小朋友不只体验当主播 也学会如何克服恐惧 充满自信的展现自己 让孩子们在活动中收获满满 记者吴建新基隆报道